繁星計畫入學名單5月3號放榜 國立台東專科學校高職部 參加科技院校繁星入學的10位學生 也全部上榜 也有當地原住民學生名列其中 學生們遺憾沒有考上第一支研學校 但校方表示 東部職校學生的技職成績相當優異 但學科能力普遍較弱 因此繁星計畫就成了東部學生 進入科大的最佳管道 雖然近年外界批評大學繁星入學管道腐爛 卻也讓東部學生有發揮專長的機會 在普通的高中 它是一種理論憑空想像去設定的 那這個部分當然做研究 做理論發展它可能會非常好 可是我們也不可以忽視說 實體記憶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東西跟我們原住民的生活環境 還有教育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怎麼去跟環境共存 那怎麼去把這個東西做到是有一個藝術感 美感 這個是我們現行教育最缺乏的 校長強調繁星計畫 因增加東部入選名額 讓更多原住民學生有機會進入技職教育 在專業領域上發揮專長 原始新聞文駕駛的辦台東市彩保報道